全台已經狀況嚴重 為了要讓環境民眾可以方便提檢 台台便衣婚姻婚姻婚姻婚委員區 也為5月24號開始減停激進的服務 並勝利管台投資的常態性快速提檢站 那是全景去疫情區 也就是身體有相關疫情狀況負荷的民眾 也都可以儘所來提檢 除了24號開始台台便衣婚姻婚姻婚姻婚委員區 已經減停激進的服務 並且減停快速提檢站 同樣民眾來進行提檢 便衣婚姻婚委員會議書 也都要完成提檢做法 5月14號可以8點開始至8點5點 都總有9點鐘的時間 11到15平常日 我們都有做專婚姻婚姻社區的快篩站 我們便衣婚姻的部分 我們現在是跟我們的同仁 如果有从台北从爽北回来服务上班了 这个我们也列为必须要做这个抗原筛检 台队病院表示如果有民族赞金去过已经去 有比微信局本类需要给你检查 合作的身体出现已经相关总控 只要是有符合体检主体的民族 也能够台队病院后院院区进行体检 以至一天的体检素量也能每个200名 如果有卫生局所匡列的自主健康管理 或者自主健康监测的民众 或者曾经到中央或地方政府公布的足迹的热点的民众 那另外就是从新北市、台北市、宜蘭县、台中市、彰化县 这个热区回来的乡亲 如果你怀疑你有接触者或者这个热区 你觉得不放心的就可以到我们这个胡委员区的快栽战 为了好医疗人员可以分流 不然大家便宜分一分一 要将有关疫情的众众服务都刷到医院区来进行 希望在做好体检的同时 要将一般医疗服务来过后 我希望减轻台大医院云林副院急诊副的负担 所以我们急诊就必须要分流 所以把胡委急诊关闭 把所有的医生跟护理师调到抖六 全力就是要守住抖六医院区 重度级急救责任医院的急诊的量了 因为我们还必须维持云林乡亲一般的医疗 祝国有24号至6月车衣 大家便宜会否议医院区的急诊服务 也已经该为快速体检站 这有符合祝国的民众 也都能来给大家进行体检 以大概只要50分钟的时间 体检报告就能出楼楼 记者同意长报道